字幕提供 哈囉 我是Enter 歡迎收看EnterBox 今天來和大家分享 聊一聊最近看到的一些新產品 一些之前玩過的一些不錯的東西 但是可能沒有空拍這個影片只有寫成文章的 那其中可能也會有些粉絲福利 大家可以便宜買到一些東西 第一台是Architio的NT2-U31Z 這台其實出來蠻長一段時間的 再來我們手上大概已經用了一年多吧 然後聽說在通路也賣得非常不錯 價格大概是3000-4000這個價位 那它的裡面其實就是兩個SATA的連接 可以讓你裝3.5吋的硬碟或是2.5吋的 那它對電腦的連接是USB3.2 Gen2 10G的 因此即便如果你是裝了兩顆固態硬碟 也能發揮它完全的速度是不會浪費的 那相較於一般用USB2 SATA的轉接線呢 因為這種轉接線它給SSD的供電就只有5V 可是有的硬碟例如說3.5吋的 或是有些NAS的硬碟它可能是需要12V才能驅動的 用這種轉接線接上去就不能用了 但這個時候如果你有鐵匣威龍U3EC的話 這種外接盒它的電源是獨立的 是可以給磁碟5V和12V的電壓 3.5吋的機械硬碟裝上去就是可以用的 那此外呢它還有內建一個風扇 所以你的硬碟或SSD放在裡面長時間 也不太需要擔心太熱的問題 不過它這個風扇的確是有一點大聲 而且它不能調這個速度的快慢 那另外就是它可以放兩顆硬碟以後 可以做各種模式 你可以做RED0 可以做RED1 那你也可以什麼都不做 那在背後機器的背後 也可以選擇用什麼模式去運行 那操作上也是蠻簡單的 目前使用下來速度 也真的都可以發揮到它持續的功能跟規格 所以真的還蠻不錯的推薦給大家 第二個接著看到行動電源 就是華碩的Zenpower QC3.0 1萬毫安時的這個電源 行動電源 那這個行動電源是華碩去年推出的 應該是賣的還不錯 所以之前只有一個黑色 最近又出了兩個新的顏色 而且我覺得相較於之前黑色的外觀 新推出的藍色跟粉色 真的是更好看耶 那主要的優點就是 像這樣的行動電源都非常薄 然後體積可能只比手機大一點點 那重量大概跟手機差不多 所以它放在口袋的時候 我會覺得特別特別的鼓 那在放到包包的時候 也不會突然鼓一塊在這邊 那我們手上這一顆是粉色的 而且已經是開箱用過的 但是外觀還是非常新 而且好像幾乎就是因為 放著都沒有人用 所以乾脆給粉絲便宜賣給大家好了 那原價是899 目前是打算賣800塊 然後加送一些華碩的贈品 如果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私訊粉絲專頁 那再來看到WD的SA500 500G的這個NAS的SSD 那目前其實普通的500G的SATA SSD 價格大概在2000塊左右 但這顆是主打給NAS用的 所以它價格比較高 通常我看一下網購市價 大概是2500左右 也不知道為什麼這顆 突然就出現在我們的工作室 但是我們好像都沒有人用得到 所以就也是賣給大家 那我們打算是賣2000塊 那這顆是全新未拆封的 完全都沒有開過 所以如果網友們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私訊給粉絲專頁 那最近還有開箱了一顆 J5 Creator的JUP44100 這顆價格大概也是2000左右 但是這顆沒有要賣喔 首先厲害的是 它可以供電到100W 那它有兩個USB-C 如果C-POR同時輸出的時候 是可以在100W之內去分配的 就是這兩個C-POR 它總共輸出可以到100W 那此外還有兩個USB-A 可以同時供應18W 那最強的就是它USB-C的100W 跟USB-A的36W 是可以同時供應的 所以整個充電其實可以達到136W 只是在型號還有標語上 J5 Creator打得比較保守 只有打100W 那目前也比較一下 同級的產品大概都要到2500 所以就覺得JUP44100才賣不到2000塊 還蠻划算的 第五產品就是要和大家聊聊 華碩最近發布的UX425的新聞稿 裡面就提到了UX425開始上市 然後網購也已經買得到了 那先說結論 當看規格 還蠻推薦大家購買UX425的 這將會是市場上很有興奮力的筆電 那也預估會因為這樣賣得非常不錯 那這款型號在網路上其實出現蠻久 大概去年年底好像就有看到了 但詳細規格一直都不是很明朗 直到最近才開始有詳細的規格 也因緣際會下有實際摸到這個的時機 那原本心裡預估覺得 這應該會賣個三萬五到四萬之間吧 結果這幾天通路售價一出來 嚇了一跳 i5版的才三萬出頭 真的是非常划算 在IO上我也非常認同華碩 讓UX425配備了Sountable 3 在之前的影片我也提過 Enter在公司還有家裡的 所有桌機筆電都是有TB3的 周邊有很多TB3的配件 所以如果筆電沒有TB3的話 在Enter手上就很容易變成孤兒 那實際摸過UX425 它的A鍵是金屬頂蓋充壓的 實際手按下去感覺是蠻堅固的 然後C鍵跟D鍵的感覺也蠻不錯 都蠻堅固的 那這台筆電真的是蠻難找到缺點的 不過因為是我自己還蠻想要的 所以我就非常非常吹毛求疵 如果用很高標準來看待的話 大概是可以想到一些 不過整體來講 我覺得它還是非常棒的 瞎不言語啊 如果不考量價格的話 現在讓我選一台華碩的筆電來工作 首選絕對是B9450這一款 但是如果考量價格的話 那UX425或325會是首選 其中可能又以13吋的UX325 會是我最想入售的 但是目前嗯對就只有425 不知道325什麼時候會出啊 此外之後可能也會看到 AMD版本的UM425跟UM325 我確定台灣會不會上 但是這部分也是蠻期待的 那缺點的部分 第一點就是沒有耳機孔 這個我真的看到還是蠻訝異的 因為現在比較少筆電 敢去拿掉耳機孔 那這個決定的確是符合 會購買這個筆電的族群 至少以我個人的使用經驗來講 筆電上的耳機孔 現在好像真的沒有什麼機會會用到耶 除非如果是去一些工作的場合 會真的需要用到的時候 其實那個場合會有專業的DECK 或是我自己會自備DECK或轉接器 那對於大多數人來講 無線耳機其實現在也很多了 其實更符合現在的通勤 還有工作上的使用 當然如果 如果你真的就是很想要有耳機孔的話 可能就真的要加很多錢 去到B9450啦 那B9450的耳機孔是還在的 講到拿掉耳機孔這件事 就想到剛好最近網路上 也傳出ROG Phone 3的各種資訊 其中也是拿掉耳機孔 拿實際看來就要等等看實際出來的樣子了 回到UX425身上 第二個缺點就是外觀設計 在一些邊角的處理是非常鋒利的 主要就是C鍵跟螢幕樞紐這邊的位置 這個地方真的是非常的鋒利 類似像之前的UX392還有UX431 如果華碩的設計是想要呈現 俐落乾淨的造型 其實在UX581就做得非常好啊 造型線條都很俐落 但是不會刮手 所以就覺得 華碩明明是做得到的 我就不明白為什麼筆電 這個地方要做那麼尖銳 第三點我覺得不太像缺點 比較像是個人的需求上的小抱怨 就是華碩這台筆電給的是 MicroSD的讀卡機不是SD卡 其實MicroSD現在用到機會 其實沒有那麼多 反而用到SD卡的可能性比較高 不過目前同等級的筆電 甚至有的是連MicroSD都沒有給啊 其實這部分的評價算是持平 比較多算是一個個人的小抱怨 因為如果老實講 真的給了我SD卡槽 我可能還是會抱怨 為什麼給的不是UXS2的規格啊 這個筆電真的很多優點 那之後開箱的時候 我會再更進一步的去體驗它 去把這些過程分享給大家 總之來講以這個價位 和我們今天判斷來講 真的是下部演語 非常推薦大家可以入手 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就到這裡 邀請你按讚 分享 訂閱Enterbox 我是Enter 我們下期再會 我們下期說 今天大家 bleiben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